罗马书三章十节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无论我们是国王 王后 教皇 总统 将军 亿万富翁 智者 圣人 在上帝看来 我们都是罪人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每个人都有不清洁的欲望和不纯正的思想 这与真神最初设计的目的是背道而驰 另外撒旦的试探就像发射火箭一样 他不断地来自四面八方 他使我们很容易陷入罪恶之中 人们有疾病 他们必须去医院看医生 人们有心灵的疾病 罪孽 他们必须去心灵的医院 神的家 去看心灵病的医生 耶稣 上帝的恩典为罪人辩护 但从来没有为罪恶辩护 上帝爱罪人 但痛恨罪恶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唯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让罪人活下去 这是上帝对全人类奇妙的爱 真神赐共同的恩典给世上所有的人 祂使太阳升起 照在邪恶人和善良人的身上 祂使雨洒在义人和不义人的身上 真神赐拯救的恩典给所有相信耶稣是救主的基督徒 使我们再次回到祂那里去 这是基督徒的一种特殊权利 可以向上帝祈祷 并且可以依靠上帝 我们不是应该领受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因为我们不配得到 也无法赢得 但是耶稣深深的极无条件的爱救了我们 祂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 让我们与父神和好 使基督徒成为在神恩典之下的心造人 西伯来书八章十二节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上帝是完美的 但祂的跟随者却不是 所以教会是罪人在上帝的改造下重生的地方 甚至上帝也住在基督徒的心中 在有需要时帮助我们 不幸的事是 一些基督徒的行为比无神论者和其他宗教信徒们的行为更糟糕 但是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比较这些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性 背景和出发点的差异 基督徒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们只能说 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基督教的教义 接受耶稣为救主 并遵循上帝的命令 他们肯定会变得比以前更好 上帝的所有儿女都需要学习道德 伦理 礼貌和礼节 有谦卑和感恩的心 努力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人 因此我们不要使得上帝的名声蒙羞 真言二十章九节 谁能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拖净了我的罪 通常我们知道如何保持欲望和思想的纯正 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力量去实现它 即使基督徒因信称义 我们也需要有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 罗马书第六章描述 罪恶死了 为上帝而活 基督教徒试图过个公义的生活 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完美 但是每天尝试朝着完美的方向走 这是一辈子的过程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 我们也靠着上帝的恩典生活 靠着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去做以自己的力量永远无法做的事情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只是一个罪人 只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事 借着上帝的爱 我们可以自夸成为上帝的选民 并向这个邪恶的世界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和美丽 约翰福音8章11节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上帝的恩典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过 而且使我们可以不再犯罪 我们在本质上是罪人 但是耶稣为我们接受了惩罚 让我们重生 并且有了第二次获得圣洁的机会 圣人与罪人之间的唯一区别是 每位圣人都有光荣的历史 每位罪人都有前途 可过个无罪的生活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是完美的 我们会犯错并且会陷入困境 但是上帝的恩典大于我们的罪孽 使我们有很大自我提升的空间 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 而是使我们转变为乐意的爱他和服侍他的理由 诗篇五十一章十节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希望借此每天提醒我们走向圣洁 让人们看到我们里面上帝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